今早近10點 一名家國士兵在鄂泰華國家戰爭紀念碑站崗時 突然被一名槍手擊斃 隨後國會山莊和附近Château Laurier酒店外也響起槍聲 現時鄂泰華市中心多個區域仍然在封鎖狀態 皇家騎警暫時未能確認槍手人數 據消息指中槍士兵腹部受傷宋遠後證實不治 從現場拍到的視頻可以見到 議會大樓內傳出至少10下槍聲 總理辦公室發言人指 總理哈柏當時正在議會大樓內進行會議 隨後已經立即撤離至安全地方 中文記錄製作隊 在 Kar人非法民建成期間 後應得翻臨,然間可可不斷 著副冬力不治 負了太陽,再給你